你绝对想不到 0713那歌几个到底有多卷 节目第一季火了 歌几个疯狂发新歌 到了第二季 连瑶正也跟着一起卷 如果乐团的其他歌手 能对音乐这么积极 那谁还敢说乐团要完蛋呢 不要劝我放下 说放下 和你装作潇洒 加潇洒 承磨不可怕 与之有眼在笑 都如就跟我朋友而言他 词曲《不要劝我放下》 是苏醒3月3号 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 写词曲创作 全都由苏醒一人包揽 刚开始看到这歌名 不可避免地会想歪 一看歌词 好嘛 苏醒是真敢救世重提呢 看来别在心里多年 得不到抒发的那股玉气 如今终于能够 光明正大的发泄了 超爱你的我 求你答应我 求你答应我 最爱你的我 《新雪表白白》 发行于2023年3月9号 由陆虎演唱 一看着歌名就知道 妥妥的一首表白神曲呢 恋爱脑男歌手再加一元 不过看陆虎面对女友时 那不值钱的样子就知道 这绝对又是一位 为女友主义者呢 歌词《此生结欢喜》 是姚正诗歌多年 发行的一首新歌 同样是包揽词曲创作 歌词真的很有深意 一听就充满了故事感 很容易感同身受 一看姚正为了上镜 好看偷偷减肥的样子就知道 这绝对又是一位 为了心中所爱能播出去的主呢 张远发行的新歌就有些特别了 因为她的新歌是为电视剧 虫子献唱的插曲《不生若梦》 张远的唱功不用多说 偏古风的词曲 被她演义得十分到位 看完以后的新专辑 可以往这方面考虑了 我说陈楚生为王月鑫写的这首爱的镜头 是最好兄弟情的见证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据陈楚生说 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她跟王月鑫的一次对话 是节目第一季的第一集 两人对于爱的探讨 陈楚生的词曲是触动人的 也是温暖的 一首歌的时间 陈楚生用哥哥的身份 鼓励弟弟好好爱自己 王江亮的新歌 《生而不凡》跟张远一样 也是出自影视剧OST 是电视剧《徐你万家灯火》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很适合小亮歌演唱 有种用平凡创造不凡的史语的 《再见王子》 《再见王子》虽然不是王月鑫的新歌 但她的翻唱真的很绝 感觉这首歌就跟为她量身定做的一样 只是可惜啊 她还没有搞到版权 不然粉丝绝对要顶绑到第一档 最后以上几首 林霄三哥几个刚发行的新歌 你最爱哪一首呢